哦 合牌一张黑桃K 这样的话 CIA再次拿到童话 但是牌面发出攻队以后啊 就是有葫芦和四条了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牌手 CIA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是一张九人桌 场上带入最多的选手 是一万刀 CIA带入6900刀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 是小忙十刀 双打忙二十刀 打一会儿会增加一个抓位 四十刀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 CIA在枪口加三位 拿到了四五方片 开持加注 三位选手跟住 我们来看翻牌 哦 三张方片 这样的话 CIA拿到了一个天花 胜率攀升到97% 这是一个带天花 抽筒花顺 主动下注200刀 构建一下这个彩石 寻找一下自己的目标客户 中文选手拿到了顶队 中等踢脚 讲一下选择了扣 转排一张红星K CIA这条街还需要持续下注 因为在两张橙花的面上 四五桶花很大 如果是再发出一张方片 变成了单张橙花 CIA只是一个五花 没有进攻能力 只有支付能力 CIA下注700刀 打了一个接近满持 我们来看对手 不是特别好防守 你不相信CIA有一个天花 你也要相信CIA有一张方片K 在零打 或者是拿到了一个AX好踢脚 想一下爆料 CIA成功收持 这手牌转排的下注啊 很关键 对手如果是一个抽花的话 你也不用太怕 比如说他有一张方片K 那我就零打他 合牌再给一张方片的话 直接选择过牌 对手打的话 我能够量 这样长期打下来 一定是争一逼的 德罗福克最底层的逻辑 就是你在领先的时候 勾键才吃 你在落后的时候 能够放弃才吃 这样长期打下来 一定是争一逼的 CIA枪口加一位 拿到了64黑桃 开始加注到120刀 两位选手选择了靠 踩实来到了440刀 我们来看翻牌 7K3两张黑桃 CIA拿到了一个花顺双抽 主动下注200刀 够建这个彩驰 小盲位选手拿到了一个中队 中等踢脚 选择了靠 双排一张红心6 CIA中队了 这样的话有了一定的摊牌价值 还是下注打得很凶 这张6发出来以后 并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对手想一下选择了靠 开始来到了2240刀 合牌一张黑桃 这样的话CIA再次拿到桃花 但是排面发出攻队以后 就是有葫芦和四条了 CIA翻前加注 小盲位选手选择靠 手牌范围肯定没有Ks 那K3 K6 K7的组合概率也比较低 但是他有3366 77的组合 CIA下注2000刀 冲一个KX要价值 对手如果是明三条的话 可以支付这个2000刀 但对手现在只是一个对7 也是选择了靠 非常粘迟 CIA成功收持 他是认为合牌发出一张K以后 CIA手上戴K的组合是下降了 但是CIA如果是一个抽花灵打 合牌中花 打出一个满价值 也是没问题的 那对手是抓机失败 这张桌子上有很多新面孔 可能他对CIA的形象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去选择CAL 跑一个随机事件 CIA是双方 哦 这手牌CIA拿到了Ansis 泽州普克里最强的棋手牌 开持加注到240刀 没人打出三拜的 CIA翻前没有得到起跳的机会 这样的话四位选手打翻后 98 9 两张红心 三B位选手拿到了一个卡钩的听顺 顶着抽花面 顶着攻对面 Dunky Bat出来 这个打的真的是驴子Dunk 非常倔 枪口位选手的牌没看到 那面对下注选择了CAL 枪口位选手翻前是平靠 面对加注依然是选择了CAL 那手牌非常像一个结构连章啊 也有一些中能手队的组合 那暂时我认为是这个范围 咱们一会继续看 三位选手看转牌 踩持来到了2020刀 转牌一张方片二 白牌无关张 对三位选手来说 都是没有改变胜负关系 这个圈时杂色继续领打 枪口位选手负料 到CAL 这个领打可以打掉 所有的抽花组合 带8的组合 还有一些6677的小手队啊 那CAL想一下选择了CAL 这手牌在有利位置 寻求控制摊牌 合牌一张红心K 牌面是出花了 CAL手上有一张红心A 这是一个坚果阻断 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去偷鸡 也可以去抓鸡 我们来看对手的下注尺度 100刀 这个阻止住 相当于是一个邀请式下注 就是在告诉CAL 你来打我呀 你来打我呀 那这时候如果你读牌读得准 你可以加注 如果你读不准啊 扣就可以了 CAL直接推了 根本不听你讲故事 我手上有红心A 我有坚果阻断 我不相信你有葫芦和四条啊 这个圈石是接不动的 不可能能接动的 兄弟 你只是一个圈嗨 这里想的是肩稍微有些长 还是扣掉了 我以为他能真的选择跟住啊 这个概率太低了 就是说你可以在前卫 在这个合牌圈啊 打出一个非常小的阻止住 然后这个 一部分是炸火啊 用很便宜的成本去做炸火 也可以是一个过牌 加注的变种打法 但是你下注的尺度 都应该在十分之一 才是以上 就是说打一个一百刀 这个除了迷惑一下对手 让对手有一点觉得 看不懂以外啊 没啥实际帮助 像我将一位选手 拿到了Quins 非常强力的七手牌 非常强力的七手牌 Cia在大盲位 拿到了十四 这手牌遇到超队 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300到1100刀 这个300手牌范围是没问题的 那Quins直接推了 我们来看Cia 这个实时 遇到两高章的话 胜率是55开 遇到超队的话 胜率是被压制的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有一张圈被弃掉了 这样的话Cia的胜率有26% 两位选手跑马 踩实来到了9770刀 周一局的规矩啊 是跑一次 没有跑两次 这一说 没有十 两张红心 转牌一张五 这样的话Cia只有十的补牌了 我们来看一张合牌 合牌一张二 这样的话Quins成功收拾 马量翻倍 Cia之前拿到 铜花的那两手牌的盈利啊 全都捐出去了 他其实代入是6900 现在后手马量有7280刀 那轻度水上 应该是这样的 只要没有补马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场上的成绩单 盈利第一是6980刀 第二是6600刀 Cia是目前轻度水上150刀 输最多的是水下7300刀 加上了 再加上了